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二十九章第六节 雅吉教大卫来 对他说 我指着用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是政治人 你随我在经中处住 我看你甚好 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 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获失 只是众首领不许念你 我们度今到此为止 我们先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 你都在看 我们心所想所计划的 你都知道 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中 感谢你让我们更明白 你是保守看护 爱我们的那位 伟大真神 祷告 奉恩主耶稣的圣名求 阿民 沙摩尔记二十九章 很短 只有十一节 大概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就是第一到第五节 第二就是第六节到十一节 第六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 那么这个记载 大卫跟着亚基王 就是菲律师他们的军队 还有菲律师的首领 要去攻打少罗 就是以色列的王 那么在行经的当中 菲律师的首领 发现了大卫的军队 就对亚基王 发怒说 这些希伯来人来这里做什么 叫他们滚回去 那么亚基王为大卫辩父 他说 这是以色列王少罗的臣子大卫 他在这里有些日子了 他投奔我这道经测 我未曾发现他有过错 那几个菲律师人 不同意着亚基王的看法 因为他们有几个理由 第一 他们几位就是 不将大卫与他们一起参战 要他们回到他的安置 第加特 第二 大卫不能参加战斗 因为他们怕 大卫临阵倒戈 把他们给杀了 用他们的手机 与少罗王护合 那么第五节也有记载说 以色列的妇女 他们唱歌跳舞说 少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他们所说的 不就是这个大卫吗 所以看到菲律师人对大卫的质疑 大卫不必参加这场战斗 我们从中看到神的作为 他建顾大卫 因为大卫当时投奔那个亚基王 也是出于无奈被动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神看顾大卫有几点 第一 他若让大卫上战场 一起去杀以色列人 那么大卫将背负 惨害自己同胞 就是杀死自己人 来卖国求隆 这个罪名是永远洗不清的 第二 扫罗谁人坏 他也是以色列名 就是上帝的子民 大卫怎么可以帮助菲律师人 杀自己的同胞兄弟呢 第三 如果他参战 或者说他季节不参战 那么他留在加特的家间财产 将处于无限当中 感谢神 神在大卫身上有伟大的计划 将他脱离这个网楼 因为当时的大卫是没有信心的 他虽然投奔了亚基王也是无奈的 可是神以慈爱 灵敏看护他 哪怕他是处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 神奇妙的大手可以救他脱离网楼 所以这是菲律师人自己决定不许大卫参加战斗 不是大卫积决的 不是大卫积决的 所以这是处于实 也确确实实 生死了圣经中的一句话 记载在真言书第21章第一节 王的心在耶和卫手中 偶像龙沟的水 随意沦沾 如转 看到神奇妙的帮助了大卫 简介了难题 这位伟大的神 一直与大卫同在 他也与我们同在 前提示我们要用心灵诚实 来敬拜他 相信他 我们祷告 天父通过沙摩尔记上29章 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可靠 愿神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在人生的道路上 紧紧依靠你 愿神常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圣明祷告 神爱你们 神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